大家好,我是邱瑞 我觉得我这个题目多少还是有一点站在资本家立场了 我当然知道现在消费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给我们推的东西越来越贵 我也只知道猜我们喜不喜欢 根本也不猜我们买不买得起 反正我26岁之后 朋友需要就开始给我推荐很多汽车的广告 当然跟我每一次都点赞也多少点关系 但是今年开始给我推的车已经到40万了 可是吓得我是点了一个不感兴趣 我想告诉这帮商家们 车虽然是越贵我越喜欢 但是这种真需要我花钱买的 我是真喜欢不上来 最让我生气的一点是 他们那种文案是明知道 我们打工人是买不起这辆车的 还特别针对打工人 什么日复食物的三元起义 每天省下一杯咖啡钱即刻拥有它 这也太针对打工人了 你注意他说的是每天省下一杯咖啡钱 就不上班的人呢 一天他也喝不完两杯咖啡啊 对吧 主要我在外面软件上也看了 你说现在在写制楼上15块钱 他也买不着咖啡啊 随便一杯咖啡 每次他都得30了 我真不是吹 就我想买你这个车的话 每天只要省下半杯咖啡就可以了 省下一杯我就得买两辆了 开不过来了 我有时候感觉就这种大额的分期 让他们用这种日复食物点三元起的描述 弄得好像挺轻松似的 其实感觉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就是 算法已经预估了我的收入水平 他觉得我上线 这辈子最贵也就只能买40万的车了 再贵一点就没有咖啡喝了 是不是听上去就可怕多了 就有一种暗地里已经把你人生设置好了上线 给你的情感表好售价的感觉 但纵使消费主义有这么多毛病 但咱们今天就短暂地抛开消费主义不谈 我觉得吧 年轻人花钱的时候 适当浪费一点也挺好的 就甚至如果有机会 我愿意借给我刚毕业的那段时间一笔钱 就我始终觉得在我们这群生活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纪 物质相对匮乏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吧 跟他们大谈消费主义是有点矫枉过正的 我们在物质最旺盛的年纪听到的都是 妈妈不爱吃鱼的这种故事 长大之后真的很难无条件地爱自己 总觉得享乐是有罪的 我们花的每一笔钱下面都游着妈妈的那条不爱吃的鱼 就我刚毕业的时候很舍不得花钱 我会把花贝设置一个特别理性的一个额度 有时月底点外卖 花贝额度就用光了嘛 平台就直接给我用借贝付了 我承认那段时间我的收入不是特别好啊 但真的不至于38块钱给我分12期啊 我都害怕我中间万一哪个月忘还了 是不是还得给我弄成私信被执行人呢 别的老赖看到我都懵了 说你这个执行金额的话 应该限制你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嘛 你这个飞机高铁本来你也买不起呢 我有时觉得理性消费的路上 就没有什么公式可以套用 就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就特别流行的都是什么 拿工资30%的比例用来租房是比较合理的 但刚毕业工资那个30%啊 要不就是住房山 要不就是跟人合租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毕业的那个大学生 一般都会选择在房山跟人合租嘛 这好像我们刚开始经济独立的人就都会这样 就是把所有选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选那个最自我感动的那一个 就当时就住在一个两居室的一个合租啊 里边住了五户 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两居室怎么隔成五户的 就在我脑子里这个问题跟如何把一个披射用了刀切成五份是一个难度的 主要这个房子它也不是为一家人设计的 就没有考虑过一个洗手台能不能放得下六套牙具 就天天就是小矛盾不断 吵起来你就得帮个室友评理 有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住进衙门里了 就这个屋加上那个入户门 正好六三门嘛 就洗漱用品也只敢买最便宜的 就万一就害怕被室友扔了之后也心疼 我那个牙刷被室友摔坏了之后 就一气之下这拼多多买了一个最便宜的 四块九 这个价格难以置信吗 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们用过装五号电池的电动牙刷吗 我第一次把那牙刷里边塞电池的时候都懵了 我心想这玩意该不会给我拿手电筒改的吧 两节五号电池加一个马达 这是要往我嘴里塞辆市区车 咋的别的牙刷每秒三千转 我的牙刷百公里二点一秒 劲儿太大了 我拿它握不住 手麻 有一天我刷牙我就突然开始怀疑 我手麻会不会因为它漏电呢 但我转念一想 一共就两节五号电池我就释然了 这玩意漏电它漏的也就是1.5伏的电 换个角度想 这就是款理疗仪 一边刷牙一边受脸 但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觉得 这笔房租是我这辈子最不应该省的一笔钱 就我在那个房子里悟出一个道理 好像苦难啊 不能磨练人的意志 就人在匮乏的环境里只能发现彼此的恶 这个世界上好多的坏东西也都在 它发现你软弱的时候才追上来 就我觉得最理性的花钱方式永远是不花嘛 但真的没必要 因为省钱给自己创造出苦难 我觉得省钱永远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浪费一点钱 甚至可以帮你摆脱一些匮乏感 让你获得一点点从容 但是刚毕业的时候 你就难免会迷恋那种自我牺牲式的悲壮 总觉得来北京就应该吃大苦遭大罪 然后赚大钱想大福 但偏偏就只有吃苦遭罪这部分 能由我们自己控制 就拼命地给自己加强度 也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吃得苦中苦方位人上人 这是最恶毒的一句话 就它把忍耐变成了一种轮回 就它好像 就那些 今日忍辱负重的人嘛 都在等待着将来会换来的回报 相信着权力早晚会留在自己身上 就咱没必要带着这种复仇的心态去生活 不然看着谁都像敌人 我觉得就是不用逼得自己太紧 学着偶尔浪费一下 没那么可怕 反正咱这个年纪也挣不到太多钱去浪费 就好像智商税 这个词发明出来之后 你在网上花点钱就变得更谨慎了 就生怕花了一笔冤枉钱之后 自己就跟不聪明沾边 对吧 永远到处都是什么壁垒 拔炒 我们买东西之前先看评测 去餐厅之前先看排行 出去玩的时候又看一些测评 对吧 看一些攻略 永远是跟着别人的经验走 我觉得这不就是在过别人的二手人生吗 就好像是省了点钱 但丧失了特别多的试错机会 而我们跟这些前辈相比 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 还活在人生中最有冒险的年纪里 就跟他们比什么目光长远 深思熟虑是永远比不过的 但咱们要是反过来比谁毁机毁得坏 可能他们不一定比得过我们 我觉得学着浪费一笔钱 可能是我们年轻人 送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礼物 就他给 会给所有美好事情发生 创造一种可能 也不要因为将来的不确定性 而妄志菲薄 我觉得如果一个问题 连未来的你都没办法解决的话 那现在的你更帮不到他什么忙 聊聊老板 我们老板就是个臭傻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脏话 后来老板多了就发明出来 你一天天跟他也没法交流 你就感觉到活着梦里 也不知道帮你解决问题 总让你克服他 人手不够让你克服克服 工期不够让你克服克服 咋的呀 我来你家干客服来了 一天天跟公司咋正经事也不干呢 竟整那些高屋见灵的呀 整天在我们公司研究我们公司组织架构图 一会儿学阿里搞什么四大战区 一会儿学华为搞铁杉角 跟我们公司的组织架构图长得跟大雁千里图一样 一会儿摆成个椅子 一会儿摆成个等字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磨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几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男人差吗 你搞狼性文化倒是把钱开到位 狼是要吃肉的 整天逼我们修死 是怎么回事 结果哪个公司组织团建 让员工自费的 众织团建 这么舍不得花钱整团建 工资也别花了 你给他公司整个水滴筹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我们老板年纪轻轻 就被皮修附体了 挣钱不给我们开工资 恳请各位善良人士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伸他一个大礼吧 一天天有事没事就给我们开一些试诗大会啊 上来就跟我们逼一逼 我给大家讲了就讲了就哦 不是逼着大家加班对不对对不对 每天我女人问我爸爸爸爸你每天这么忙都没有时间陪我了 我跟我女人说我这么忙就是为了给你创办高美好的生活呀 你们大家说对不对对不对 我对你 我这么忙是为了给你女儿创办高美好的生活呀 又是快的周末 你们的年更UP主又来更新今年的VPI了 自从我的动物鞋火了之后啊 很多朋友都失信了说我现在是购物壁雷间了 晚就瑞买购物不受罪 其实不只是我 抛罗也买了很多所谓的智能产品 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帮大聪明们有什么智能 看看是不是还真能反向带过 话不多说有史嘉宾 有一些智能产品 怎么能一点情商也没有呢 我最近新买了个智能猫眼 那天在我搬到家的时候把手机里发了一张照片 说您好 出现了一位约46岁带假发的中年男人 我看消息吓一跳 以为被被委屈了吗 点开一看 居然是我涛哥 我仔细看了下这个照片 还真像 刚无片是 涛哥看了都震惊了 这角度你都拍不出来呀 这咋设计的 不给我们拍美颜也就算了 你多少一点美颜两句吧 还要比46岁带假发 中年男人更缺德的行动 我翻了一下历史记录 还真有 有一张我蹲线记鞋带的照片 被标记成了大型犬类 你就直说戏狗呗 这人工智能骂人士长吗 你不是个猫眼吗 怎么比狗眼看人还低 行不行啊 没有情商我也就忍了 智商高一点也行 外省的智能设备 跟特务街头一样 错一个字都不搭理你 有一次我送了个智能音箱给徐志诚 他给我抱怨 说哥 你这个同学这不好用啊 明着起的倒是挺鲜卑的 有的是我的同学 有的是我的精灵 但见面都得让我说静 感觉我想熟练的超重他 我得先去海里捞培个训 跟所有的同学说拜拜 对所有的精灵说嗨嗨 您好 我也在思考 世界上真的存在 既有情商又智商的智能机器人 鲁哥跟我说这个是他的最后一格了 这款追命S20 Pro扫地机 据说可以让我解放双手 加物质 之前家里不是没有买过扫地这些人 扫不干净了 碰到个一日腿的卡半天 你还得给他挪开 知道的是扫地机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跟他玩花龙道 而且收拾起来很麻烦 但是考虑到如果不用他 家里就只能我扫地了 我决定再给追命他一个机会 你好追命 去客厅找这个事 好的 随便去找第一次 你好追命 把握充电 还别说 说句话人家就把活害了 大活勤快也不磕碰 做物都是你洗 还能无需控干 上下手中自动的 比阿姨都起劳 我甚至都想带着他去干家政 他在旁边少 我觉得里面语言给你讲过就 就会咱们家狗呢 感谢追命 让我过上了君子洞口不动手的悠闲生活 当然光说不算 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还能自动检测脏污的程度 轻污染使劲查 重污染满使查 当然 你可能会好奇 这个人工智能还可以进化得更先进 答案是可以进化 但是够不够先进就不好说了 你们好 我是邱瑞 之前做了个书架还没有倒 挺安全的 就是平时取书的时候 需要戴点帽子 有一点点热 这么好的手艺 当然不能浪费 我决定再做一个沙发 感谢六万个为手艺人点过站的兄弟 我这里摇摆木工这门手艺没有失传 你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房东也给我准备了沙发 但他好像没有考虑到我的身高 这躺上去也太像一条美人鱼了吧 也不能说是美人鱼 只能说是美人鱼 或者说是泥锈成精 给大家表演一个出水芙蓉吧 第一步当然还是去拼多多采购工具 不过这时不一样 这时我们有了拼多多的赞助 不知道为什么拼多多没有直接赞助沙发 而是选择了赞助工具 可能也是看中了我这门手艺吧 感谢拼多多为红阳传统公寓做出的贡献 虽然这时有了赞助 但是给租的房子消费 搬家的时候搬不走 四手五路不是赞助给了房东了吗 我决定还是就地取柴 对房东留下的家具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动 我把床拆了 这样不就物料做沙发了吗 我可真是太聪明了 为了不再做出一个摇摆的沙发 我决定尽量保持物料原有的结构 不做过多的艺术发挥 吃一线长一致了 我学习了目前最新进的科技 墨斗定位法 这样确定的位置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了吧 同时也更新了更加精确的测量仪器 我们以一个史卫史卫单位 大概两个半史卫史的位置 对木板进行打孔 这次至少很整齐 应该不会再摇摆了吧 激动的心摇摆的手 我要开始组装了 它好高大呀 应该跟我的身高差不多了吧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别像上一次一样 组装成一个什么奇怪的几何图形 就可以了 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符合我身高的沙发了 这次我这个大长腿有地放死了 而它根本不摇摇 真不错 如果你管这个沙发叫床的话 我也没办法 毕竟我没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反正我是要睡了 晚安兄弟们 这次沙发的手工都有拼多多占住了 相关费用有人报销的话 当然来一个大手笔呀 把羊毛沾一次耗到位 躺着有点硬 就下单高摊棉花 看上去有点树 再来几个抱枕 躺在沙发上不得来点零食啊 可来点喝口水吧 下大一个热水壶 电暖器 空气净化器 电视 洗地机 反正都是沙发的周边 拼多多应该看不出来吧 最后 我还剩下一个床头 不知道做什么好 看了河同学赛博朋克的桌子 我决定 拿他做一个桌子吧 你们好 我是邱瑞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他每句话都想嘲讽别人 是吧 这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呀 在互联网时代说这句话 我真有点分不清 到底是祝福还是诅咒了 现在想这样网上快乐一会儿多难呢 你想快乐个五分钟 起码得先看六分钟广告吧 远的不说 你想看咱们这个节目快乐一会儿 得先看片头广告 滚动广告 挂页广告 切入广告 贴片广告 弹窗广告 评论区广告 小机场广告 个性化推荐广告 忘了 把这些广告都看完 拆开外卖嘴边听段着吧 发现还得先听李旦感谢两分钟赞助商 甚至连打开视频软件的第一件事 也是先给你谈一个开屏广告 一不小心就跳到别的软件里了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抽出两个小时想看看电影 开屏就给我跳到短视频里了 还没那么反应过来呢 小帅小美两分钟给我讲完了 我现在手机已经完全失控了 打开一个软件就往另一个里跳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的微博特别想看电视剧 我的视频网站就是想买一双高跟鞋 他们框框一顿跳转之后 就留下我一个人盯着这双高跟鞋 刚才我打开手机是想干啥来着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 我就这么浏览了几次高跟鞋之后 某宝就开始拆你喜欢了 他现在动不动就拆我喜欢大麻女装 我点了一下我不喜欢 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喜欢 一下给我问懵了 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雷尸边吧 他们之前那双高跟鞋也不搭呀 现在所有节目广告给你加的 那就一个无孔不入 感觉他们的服务宗旨是 不一定能让你快乐够五分钟 但是保证能让你看够六分钟广告 想冲会员跳过都不行 都给你直入到剧情里了 我之前看一个警匪片 有个炙热火锅站住了嘛 就让我们便衣警察天天熬夜 吃他这个炙热火锅啊 我说那能不上火吗 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 凉茶也来站住了 他们那个炙热火锅是真厉害啊 不管谁在吃 朝哪个方向吃 logo都能正对着我 我不明白把logo摆那么正有什么用 反派也好不到哪去 每天过着刀尖填写剑拔弩张的生活 回到自己大别墅里吃的也是炙热火锅 我说大哥你们要是就这么点追求的话 也别违法乱计了 直接投案自首吧 炙热火锅我们警察那边管购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了 看到广告都觉得烦 但是看直播带货可以 那不就是五个小时的广告吗 十块钱二十包纸巾的那种广告 你看都不会看 但是主播跟你说 家人们 今天我把纸巾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十块钱十五包 再送你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你就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我感觉我买到了二十一包 脑子里还有个包吗 今天虽然在这吐槽了这么多广告 我看也差不多五分钟了 那咱们也抓紧近段广告吧 海员和小鹿的专场开票了 我明年正确也写一个 谢谢你们 修瑞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